第七章 保持放松状态 想要的一切自然来 想象一下 你把身上穿的衬衫和毛衣 脱起来挂着 然后像你干衣服一样 握住衣服扭转 要让毛衣保持这个状态 扭紧受力的状态 你必须耗费能量 只要你一放松 不再厚费能量 衣服就会自己转回去 然后恢复到它原本的自然状态 此外 放松的自然状态 也会让你无法产生负面思考 如同第六章开头所说的 你必须要耗费能量 才有办法感到不快 啊哈 注意到了吗 你什么都不用做 所有一切都会自行运作 我们都习惯处于紧张的状态 所以能帮你放松的事物 都会带你更加接近幸福快乐 与我来我定 我得到的自然状态 只要一循对自己更坚定的承诺 你就能找出帮助自己放松的最快方式 下面 举一些可以放松的方式 完全不强迫 你可以挑几种来做 你也可以自己想一些方法哦 第一 去运动 例如游泳 骑单车 跳舞 健行等 二 上瑜伽课 几乎到处都有体验课程 三 打太极拳 可以将精神 身体和灵魂 带进宇宙能量之流里 尤其能提升感知的敏锐度 四 选任何一种你喜欢的静心方法 五 翻阅报纸广告 看看哪一个最吸引你 也许是温泉水中按摩 或某种特别的按摩方法 六 也许最能让你放松的 是把电话线拔掉 煮爱吃的菜 然后闭上眼睛 聆听喜欢的音乐 七 或许你该撇开伴侣 和年轻时代的老朋友 找个周末 假日去旅行 这不是在跟你的伴侣作对 而是为了你好 八 去做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会特别有效 我们做不一样的事情时 所有的感官都会特别专注在这上面 完全自日常生活移开 找出你还没做过的事情 立刻去做 好好享受这种特别的体验 事后回想一下那些什么感觉 你有放松吗 觉得好玩吗 还是感觉更加紧绷 找出一种对你而言特别不同的体验 或许是能符合你的玩心 或想做点坏事的欲望 当然只限于无害的坏事的体验 例如 你从来没有去过健身房 那就去一次 尽情使用那些习气古怪的运动器材吧 没有去过土耳其浴 没有早上六点去森林或市场走走 没有待过清晨四点的小酒馆 如果你不想熬夜这么久 你也可以三点半起床出门 诸如此类 给自己定个期限 但不可以说 好啦 有时间就去 请对自己许下更坚定的承诺 如果你愿意 也请跟自己定下一个 你该遵守的期限 九 送个礼物给同性未敏的那个自己 也会具有类似的放松效果 人不可能完全失去童心 去一家超大规模的玩具店 买点玩具给自己 你不必告诉店员 那是买给自己的 儿时的游戏 最能让人释放 并忘却所有压力 也许你只想读一个童话故事 或你以前喜爱的童书 来作为你特别的放松方式 或许你有兴趣尝试完全不同的打扮 要是你用朋克造型出现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你住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 也可以在某个周末 开车到北部 特拉夫木德的赌场闲晃 这是你从来都不敢去的 很多小孩都喜欢装扮成不一样的人物 说不定这样做也会为你带来乐趣 而且二十年后 你还会对孙子或朋友讲起这些事迹 要不然你也可以穿着工作服 或在一家粗俗到不行的小酒馆里 十 更多更多 你可以自己想 给自己一点时间深入体会 有什么能够让你特别放松 每个礼拜都可以不一样 你不必每次都用同样的方式放松 仔细感觉你此时此刻想要的是什么 你越常放松 就越能将自己导回自然的状态 在自然状态中 你完全不会有负面的想法 在自然状态中 你真正希求的事物 以及全新信任时所下的订单 全都会像河水般朝你奔流而来 第七章 保持放松状态 想要的一切自然来 想象一下 你把身上穿的衬衫或毛衣 脱起来挂着 然后像拧干衣服一样 握住衣服扭转 要让毛衣保持这个状态 扭紧瘦力的状态 你必须耗费能量 只要你一放松 不再耗费能量 衣服就会自己转回去 然后恢复到它原本的自然状态 此外 放松的自然状态 也会让你无法产生负面思考 如同第六章开头所说的 你必须要耗费能量 才有办法感到不快 啊哈 注意到了吗 你什么都不用做 所有一切都会自行运作 我们都习惯处于紧张的状态 所以能帮你放松的事物 都会带你更加接近幸福快乐 与我来我定我得到的自然状态 只要依循对自己更坚定的承诺 你就能找出帮助自己放松的最快方式 下面举一些可以放松的方式 完全不强迫 你可以挑几种来做 你也可以自己想一些方法哦 第一 去运动 例如游泳 骑单车 跳舞 健行等 二 上瑜伽课 几乎到处都有体验课程 三 打太极拳 可以将精神 身体和灵魂 带进宇宙能量之流里 尤其能提升感知的敏锐度 四 选任何一种你喜欢的静心方法 五 翻阅报纸广告 看看哪一个最吸引你 也许是温泉水中按摩 或某种特别的按摩方法 六 也许最能让你放松的 是把电话线拔掉 煮爱吃的菜 然后闭上眼睛 聆听喜欢的音乐 七 或许你该撇开伴侣 和年轻时代的老朋友 找个周末 假日 去旅行 这不是在跟你的伴侣作对 而是为了你好 八 去做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会特别有效 我们做不一样的事情时 所有的感官都会特别专注在这上面 完全自日常生活移开 找出你还没做过的事情 立刻去做 好好享受这种特别的体验 事后回想一下那是什么感觉 你有放松吗 觉得好玩吗 还是感觉更加紧绷 找出一种对你而言 特别不同的体验 或许是能符合你的玩心 或想做点坏事的欲望 当然只限于无害的坏事的体验 例如 你从来没有去过健身房 那就去一次 尽情使用那些稀奇古怪的运动器材吧 没有去过土耳其域 没有早上六点去森林或市场走走 没有待过清晨四点的小酒馆 如果你不想熬夜这么久 你也可以三点半起床出门 诸如此类 给自己定个期限 但不可以说 好了有时间就去 请对自己许下更坚定的承诺 如果你愿意 也请跟自己定下一个 你该遵守的期限 九 送个礼物给同性未敏的那个自己 也会具有类似的放松效果 人不可能完全失去同心 去一家超大规模的玩具店 买点玩具给自己 你不必告诉店员 那是买给自己的 儿时的游戏 最能让人释放 并忘却所有压力 也许 你只想读一个童话故事 或你以前喜爱的童书 来作为你特别的放松方式 或许你有兴趣尝试完全不同的打扮 要是你用朋克造型出现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你住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 也可以在某个周末 开车到北部 特拉夫木德的赌场闲晃 这是你从来都不敢去的 很多小孩都喜欢装扮成不一样的人物 说不定这样做也会为你带来乐趣 而且二十年后 你还会对孙子或朋友讲起这些事迹 要不然你也可以穿着工作服 或在一家粗俗到不行的小酒馆里 十 更多更多 你可以自己想 给自己一点时间深入体会 有什么能够让你特别放松 每个礼拜都可以不一样 你不必每次都用同样的方式放松 仔细感觉你此时此刻想要的是什么 你越常放松 就越能将自己导回自然的状态 在自然状态中 你完全不会有负面的想法 在自然状态中 你真正希求的事物 以及全新信任时所下的订单 全都会像河水般朝你奔流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